甜辣炸串真给力 美味实惠还不腻 面糊酱料和撒料 欢的酥的饿都有 跟着阿肚学 小吃你最绝 大家好 我是品诺阿肚 吃炸串 说白脸 都是吃调料 首先看一看甜辣酱怎么做 两种辣椒粉 一粗一细 粗辣椒粉增香 细辣椒粉提色 鸡精味精 大细大牛肉粉 用来调味 增加一个牛肉的香味 送上辣酱 是里面的主角 量可得大一点 甜辣酱甜辣酱 来点蜂蜜 味更棒 烧烧烤烤 煎煎炸炸的 肯定少不了 孜然粉 最后一个是香料粉 这个量不敢多 风多嘞 流味太疯 自负好吃嘞 具体比例 直接商量 锅里先来上清水 一千两倍开 先把粗辣椒粉 撒进来 烧开后 再转小火 熬上五分钟 把辣椒煮熟 煮香 今天咱们做这个甜辣酱 采用的方法呢 是水熬的方法 串本身就是拿油炸的 这个姜料 你再拿油熬 吃着 就有点泥了 味熬出来了 西辣椒粉就进来了 香料粉 自然粉 同时也就进来了 接着 搅开 搅匀 把料香味 也给它熬出来 这时候 蒜蓉辣酱就该进来了 蜂蜜紧接着 也就进来了 搅开 搅匀 搅匀 烧开 煮一煮 熬一熬 把蒜蓉辣酱的香味 给它熬出来 这时候 鸡精味精 大西辣牛肉粉 进行调味 注意了 用玉米淀粉和水 一比一的比例 调一个淀粉水 再把淀粉水 慢慢的加进来 给咱们的甜辣酱 搞个保险 不要太稠 就像这种粘稠度 就可以了 最后撒上一把白芝麻 不但好吃 还好看 搅拌均匀后 出锅 这样炸串灵魂 甜辣酱就做好了 第二步 看撒料 撒料也没有想到 那么简单 先准备一个果仁粉 熟花生 熟黄豆 核桃仁 瓜子仁 还有一个熟芝麻 把这些提前炒熟的果仁 倒在粉碎机里面 盖上盖子 开机器打碎 这样果仁粉就打好了 除了这个果仁粉 还需要准备 细辣椒粉 熟芝麻 孜然粉 麻辣鲜 味粉 鸡粉 把它们全部怼在一起 就可以 搅拌搅拌 搅拌淫货了 就可以 这样灵魂撒料就做好了 第三步 面糊就比较简单 面粉 玉米淀粉 吉士粉 再加上泡打粉和小苏打 主要凸显出来的就是一个酥和一个脆 再来点盐鸡精味精 给面糊调个底味 先把它们搅拌盈活 再把250克精水慢慢的加进来 边加边搅拌 调成这一份愁糊糊子 就对了 吃炸串的菜 就是那些乱七八糟 只要你能攒上签子 就能炸 接下来 开始炸串 想吃些鱼丸鱼豆腐 火腿之类的 是拧菜 不用过糊 像这一种菜中带肉 肉中带菜的 可过糊 可不过糊 由你自己订 油温一杯吧 开始炸饭 把火腿 炸成这一份 虎皮状 就可以了 出锅 像这些素串 一炸就软的 裹上面糊 裹匀了 这样吃起来 才有酥脆的口感 油温还是一样 180度下锅炸 把面糊炸到金黄 就可以 出锅 炸好的串 把酱料给它裹匀了 这样吃起来 才攒劲 灵魂撒料 再撒上来 这样咱们的甜辣炸串 就制作完成 颜色优人 甜辣过瘾 得陪腾 大家好 有一个好消息 要通知大家 我们正在YouTube上 推出一个 全新的会员专享 视频业务 叫做 品诺 餐创 永课堂 在这里 您将学到更为专业的 详尽的餐饮小吃技术 会员专享视频 全都是以开店为出发点 所有食材都是精确到课的 操作流程 清晰 包含 包含设备采购和开店指导 这些都是我们培训了上万名学员 总结出来的精华 因为我们之前发布的视频 都是偏家常 偏基础的做法 如果大家想学习更专业 更系统的餐饮小吃技术 欢迎大家 订阅我们的会员 专小视频 每周更新一期 最后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注 Thank you